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 台中是无尽男子担任金主找来多名年轻人组成假恋爱 真诈财诈骗集团 设置电信机房登入中国交友网站后 放上次网络抓取的帅哥俊男照片 制造年轻多金假象 锁定房心寂寞或以结婚为前提的OL为诈骗目标 所以需含温暖温情公事 待感情加温后进而诈财 警方昨日一举破获该诈团 出国起码有20名中国OL被诈 不法得手金额超过千万 警方说该诈团由43岁无男找来 几乎都是80年次左右的灵性男子等5人 担任一线化物人员 透过上网登入中国世纪家园 百合婚礼 预见等交友网站寻找目标 除了先过滤对象有无固定薪水及经济基础 外还可透过及时通联系骗取的资 在于网站放上面貌小好的型男照片 谎称从事地产开发风险投资金融 产品等行业制造年轻多金且有正当职业假象 接着这些小鲜肉锁定房心寂寞或以结婚为前提的OL为诈骗目标 开始与被害人透过及时通QQ蓝体联系 出了白天温柔问候关怀天冷要记得加衣服 这么晚了吃饭了没需寒温暖 等到晚上再进行外表其实不是我最要求的 我找的是能陪伴我一生的伴 我要的是内心的交流等热络暧昧 体贴的甜言蜜语公事 经过一段时 坚温情公事让感情加温 对方以为找到珍爱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 接着便停信诈团成员借口办签证相亲 假投资借贷等理由诈裁一名30岁的OL 因此被小鲜肉已有暴力可赚 可惜手投资金不足等谎言怂恿投资 汇款30万人民币到指定账户 对方及从此失联财经学受骗 按今台中市第四分局侦查队数月侦办 本月24日兵分多路在台中北区 西屯区等高级住宅内破获诈骗机房 逮捕无难及5名共犯 并查扣笔电工作手机交战手册 及白色兵士车一辆等脏证物 精心查起码有20名中国OL 遭诈财10万到30万元不等人民币 不法所得超过千万台币 讯后将全案1诈7等罪嫌送办 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方诈骗张线165 报案张线110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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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